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不管怎么样 女儿有心弄一个卡片 爸爸结 真的其实是心意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 今天我要讲的是 几岁生女儿 其实很重要 阿咪 你当爸爸之后几岁 22 你吓人大跳 对 22岁就当爸爸 所以没什么感觉 当时没有感觉 现在当然儿子大了 才有父子 父子向兄弟请 最小的生出来的时候才有感觉 最小的 30几了 对不对 我老实讲 男人22岁做爸爸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负担 也是一个 两个小孩 自己也是小孩 自己也是小孩 也是一个约束 对不对 其实到了爸爸以后 等儿子大了以后 希望爸爸跟儿子 喝点小酒 聊点天 父子变兄弟情 那个是最高境界 但还有一个境界 就是当你已经45岁以上 那感觉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今天我请到这两位来宾 都是在47 8岁的时候 生下他们第一个女儿 女儿 女儿 女儿就是前世奇人 而且他在你40几岁 快50岁的时候才来 那真是一个宝贝 所以女儿对爸爸来讲 有多重要 我有多疼她 多宠她 我们请这两位爸爸开始 来 我们来欢迎两个 疼女儿的冠军 嗨 男嘉宾好 一千哥 一千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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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的主题就是 就是 48岁以上生 女儿 对不对 不容易 48岁还生得出来 还生得出来 而且我们的这个 就一下子就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生了漂亮 是 自己说自己漂亮 自己说女儿漂亮 就刚刚没想到阿咪 22岁就当爸爸了 那个这么糊涂 我一直想说 如果我像你45岁 我会 我一定会昏倒 48岁 47岁 那我一定会放弃 因为那个心跟体力 心太累了 不是 还有 担心的事太多 对 那时候你根本没有想到 现在48岁 生出来每分每秒 你都在担心 这倒是真的 我现在讲的 你讲太一点我想回去了 我很担心她现在 我为什么突然想 我这一集是做给哈琳看的 就她也要 她生了 生了 哈琳OK了 50才得到她第一个女儿 乖乖乖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漂亮的不得了 漂亮不得了 开心 我们就是担心 以后我们到学校 人家说 你爺爺来了 不会 基本上 我告诉你 现在真的不会 真的不会 现在你还穿得 这么紧的衬衫 她也穿得蛮紧的 真的 你们两个今天干嘛 比衬衫紧啊 我们爸爸当然也有 爸爸一样 我们至于再准备 也不像爷爷 我有一个朋友 叫沈同学 沈同学玉玲 上礼拜去接她女儿 你外公来了 这什么好意思 所以 现在人的打扮 其实真的不一样 还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其实说起来 这个爸爸结 女儿送的卡片 开心吧 你知道 拿给你的那一剎那 你就跪在她面前了 真的 那个太感人了 真的吗 真的 她太感人了 不是 你想想看 她 她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 然后她一直把你 放到她的心里 就是这个 做出这样子 真不容易 真不简单 真不简单 这次是有玄机的 才四岁就已经这样 四岁 这个是黎一棉 你看看 这个四岁 那这个是爸爸吗 这个是妈妈 妈妈 这是Dora 这是她 她叫Dora Dora 可是现实生活 你们应该不是这样 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吗 不然她把少了一点 是 不然我们也蛮多的 她四岁会化成这样 真的不同 四岁的话 你看她爸爸 她的爹地 对不对 对 她的爹地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他画的 你都有拿皮包 因为你知道吗 我每天去工作 运动的时候 我都会带一个包包 她观察入围 所以我还以为说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 扮个女装 没有 我没有扮女装 你不要看她擦了口红 我就扮了女装 对 你看她画的你 打扮她还挺花笑的 对 花笑 还要带个红包包 妈妈带个蓝包包 这是她 这是她 可爱 对 家庭的概念已经很清楚了 很清楚了 这一家 非常 而且你老大 你老大 对 你是她 爸爸是一片天 是一片天 是 爸爸对她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非常重要 西藏都是她在西藏 对 真的 这也是她画的吗 都是她画的 因为她遗传了我爸爸的绘画天分 所以她现在在这个年纪可以画成这样出来 这是 这是 这也是Dora 我女儿也是Dora 因为她还会写自己的名字 你看 她画两个都是戴皮包 对 就是我真的是 而且我跟你说 她真的有在注意 平常我的包包就是橘色的 就是橘包包 因为那是运动包包 带着这样 对 所以这个是你 对 这是我 这是妈妈 因为妈妈那几天弄几个头发 她有让她戴起来 她就记得那个样子 就把妈妈的头发画成这样 好特别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她喜欢的形状 三角形 圆形 方形 现在已经会 对 她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她就把它画出来 会分辨 很厉害 厉害 这个 这个是不对 这是一只大象 她画出来的大象 她自己画出来的大象 她去动物园看到大象 她画出来 剪出来的 你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再贴上去 对 再贴上去 她真的有这个 有艺术天分 自己讲自己的女儿都好 不得了 是不是 是 来 请坐 今天我就说 我有个讲座 小燕有约疼女儿竞赛 谁能得到冠军 这个我们应该可以比一下 对 其实也没什么好比了 你就直接给我好了 对 因为我觉得 我对女儿太了解了 你对女儿太了解 太了解 她了解不见得是最疼 疼 疼要有 她有事迹 对不对 你为她做过什么事情 你能为她做什么 我们都知道 最有名的广告就是 你喜欢吗 爸爸买给你 没错 这个是基本款 这是入学款 基本上 基本上 她要什么你就买什么 她这个时候 还不知道要买什么 因为她还小 对 两岁多 我这个时候是 看到了通通要 你要是她看到的 或者她在节目上 在电视上看到了 我就要这个 我要那个 你这样对吗 对 非常对 好 我们现在再来 为了女儿 我愿意做什么 谁先来贴 你不是说你 你 你女儿想你先贴 你让我先来 你让你先来 你先来 我是知道这个 其实宋一鸣是偏心的第一名 她儿子生的时候 还可以 她老婆总是有一句话说 你搞清楚一点 她到底是不是你亲生骨肉 她都说她是不是你亲生骨肉 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是 儿子问我说 爸爸 因为她觉得我太偏心了 太偏心 可是这个挡不住了 对不起 我觉得男女还是有别的 妈妈就是疼弟弟 妈妈 妈妈就是疼弟弟 爸爸就是比较疼女儿 你怎么看这个女儿怎么看怎么顺 真的 是不是 我来先告诉你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疼你 怎么样疼的 来 为了女儿 我愿意 你怎么疼 先贴上去吧 先贴个简单的对不对 直接这样贴的给你 花大钱办庆生会 她这个办庆生会 不是随便办的 我这真的不是随便办 还是有 我还带以图为证 以图为证 我要告诉潘先生 是 是不是 我们是怎么办这个庆生会 是 一大本相本 不 当然儿子女儿也有在里面 但是这个名称叫乔妹 我特别为了她 好重啊 真的 很重 我特别介绍一下 我特别为了她去做了一本 而且这个是有场布 场地布置 不是说进去一个餐厅去的 没有 这不是餐厅 你看 这个 你看 我是去找了一间餐厅 他们老板的顶楼 饭店 我不讲哪一家了 五星级饭店 老板的顶楼 他有一点类似 他自己个人的招待所 所以可以坐二十 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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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三十人 然后呢 这个一个大圆桌 就宴请一些 这个自己的好朋友 这感觉是 你这应该是补婚宴 不是 不是 这个好像是人家 要坐七八十的寿宴 对嘛 不是 因为对我来讲 虽然大家看着 可能觉得有点夸张 但是 让自己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让女儿也开心一点 然后你看 我帮她布置成这样 漂亮 我找了一个 专门做派对的 帮她布置 有她的 专门做派对的 有她的蛋糕 有她的饼干 这个时候儿子就跟妈讲 我到底是不是就我爸我亲生 因为那个时候我帮我儿子办的时候 那个 经费少了一点 经费也比较少 而且也比较不成熟 比较不会想那么多 没有想那么多 好 然后呢 就是蛋糕 也是设计好的 翻糖 翻糖蛋糕 帮她设计一匹马 一匹马 马 她属马是不是 对 然后 家里 家里的长辈亲戚都来了 长辈亲戚都来了 长辈亲戚都来了 不把她翻出来 怎么对得起自己 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个 整个家族跟好朋友 对不对 就这样办了 然后 还帮她特别剪接了自己 我们自己剪 剪了一个 就是祝她生日快乐 从她出生 到这个过程的 一年的这些回忆 然后长大都要留给她 这本要留给她 就让她知道 这个 以后当她先生 就压力很大了 没有 开玩笑 就是我们是怎么样 这次是这样的 怎么样去 比如说一岁是这样 六岁上幼稚园的时候 还要来一次 这个 这个人家送的红包 红包 全家 明明一嘛 我看到好像 对 也有陈永康 永康 对 然后 这些 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都来了 他坐的 坐的那个小车都是很特别的 这个小车是 是他省政百荣送的吧 百荣送的 对 百荣送 抓钟是不是 他最后抓了什么 这么多人 你看 就一桌 就请了一桌 就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你看 都是我们的至亲好友 至亲好友 潘若迪 输了吧 这个 这个是我说过入门的基本款 基本款 我不太好意思讲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我有点夸张 你怎么样 你把饭店都整个拆了 也不是这样说 应该说其实我每一年 都有给他办生日会 而且我们的生日会是 除了我们找地方之外 今年的四岁生日 是我在我自己的教室里面 有个100坪的教室 我把所有的东西布置成 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所有看得到 吃得到 玩得到 喝得到的东西 全部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 每一个上面都是Dora的名字 潘朵拉的名字 潘朵拉的Mickey Mouse 潘朵拉的什么什么什么 所有的东西都在上面 我们已经把他喝的吸管 甚至给小朋友玩的那种 吹气就会嗶 然后上面的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给所有的小朋友玩 我请了巧虎的老师 其实我觉得每个爸妈 都是为小朋友这样做 是因为真的是太疼爱了 是 就是留一个纪念的纪念 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我还特别为了他 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一定要把它 这个放在您的前面 不好意思了 压过来 这个部分 我们就应该先放到这里了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因为他 开儿童班 开了一个儿童班 就为了让他有小朋友一起跳 所以我每个礼拜四的早上 给我的小朋友 给我的女儿开了一个儿童班 让我所有的小朋友 譬如说康哥的小朋友 都来玩 然后我也是要把那个 巧虎的老师 电视里面真的巧虎的老师 请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的教室来 每一天就带他们玩 所以 昨天的早上是 哇 所有的二三四个小朋友 在那边玩得非常地开心 女儿就在那儿 所以你女儿也可以去玩 对 欢迎来 年纪不 算便宜一点八折 OK的 女儿 OK的嘛 不是 你 那个都是多大年纪的 三岁到五岁的也有 我女儿才两岁 两岁到三岁 四岁的都有 真的 而且是妈妈都会跟着去的 妈妈在他旁边非常开心 就是让小朋友去玩 老师会带你玩 会给你吹气球 什么之类的 等于等于儿童班 大家去动一动 就在这旁边 就在这旁边 好 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可以来 八折 其实不用特别多 我们已经满了 不好意思 那你还有什么可以压过他了 还有压 我只随便 随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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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重口味好了 下重口味 来 好 已经在准备当中了 对 好 好 买房子在学校门口怪怪 什么意思 等一下 你 因为我 我母不三千了 就买了 不是 因为我们 这个一直都住在 学校附近 但是我现在跟我太太已经决定了 决定 要在学校对面 只要过马路 十秒钟就到学校 他可以多睡一下 他可以多睡到 钟声响起 让他走路上学 我跟你讲 这是有科学根据 为什么 一方面减少车祸的几率 二方面 这样子他也可以多睡一会儿 所以我们已经决定了 现在要去定 可是他要 他决定念什么学校 已经都讲好了 都讲好了 我当初先到学校去问说 你们现在有没有招生 要收这个我的孩子 在明年上小班的时候 我才要决定 所以你这辈子要搬很多家 因为幼稚园的时候是住这里 小学的时候是住那边 国中的时候住一个地方 高中的时候住 还是你是念一个学校 可以念到高中的 我这个可以念到 他现在可以到国中 但是他未来要高中 高中再买房子 可以再考虑 因为当初我对我儿子也是这样 我从台北市搬到 这个也是台北市 就是从南港搬到景美 那我现在为了学校 所以那也不能厚子薄皮 女儿那更是要大手笔 好好的让他能够走路上去 怎么样 你要不要搬家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跟不上了 跟不上 因为我们是没办法 我们在学校旁边买房子 就是只是没办法 但我们是从 他可以到学校的那一天开始 到今天为止 是每天一定都接送的 接送 每一天都陪着他 我们也不会让他 在旁边学校门口 让他自己走进去 我们会陪着他走进去的 那个心 牵着他的小手 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 陪着小朋友的成长 是非常重要 所以 因此我必须说 其实买房子不一定好 但是参与他的成长 每一刻制作的回路 那就是不得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 上学了 长牙了 什么都有记录 所有的记录 从 我应该知道 这个小燕姐 我上次有在节目上讲过 对不对 我的女儿在两岁之前 都是我一个人戴 吃喝拉撒睡的任何一件事情 一直到今天她的指甲 跟什么剪指甲 剪耳朵 刮耳朵 都是我那种 亲笔子到现在还是 等一下 这你有没有做过 我有 但是我真的 这个我真的输给你 因为你这个是 你一直把自己当仆人 在照顾你 没有 他是从他女儿回家 生下来 第一天洗澡 就是他洗 就是我洗 洗澡或换尿布 什么都是他 所有的亲舌胎 刷牙 洗脸 CVT 都是我 是不是换你问你老婆说 她是你亲生女儿吗 是 对 我老婆有这样质疑过就是了 对 你老婆说 我是你的大女儿 她是你的二女儿 对 所以我洗完之后再洗她 因为我要让大家都公平一点 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子 所以目前这两个 我都照顾得蛮好的 女儿心中常爸爸 送一名暖心超感动 当你的女儿叫你爸爸 而且她常常在别人面前说 这是我爸爸 像我带她到我办公室去 有一些员工就在陪她玩 結果突然她就说我爸爸 她就看到那个电脑 一个很小很小的视窗里面 有一张我的照片 你就会觉得 这个女儿真的没有白身 她真的太爱我 她妈妈都看不见她爸爸 她女儿看她爸爸 她妈妈 是真的不想看 对 潘若迪这点真的是 我觉得可以我要学习 因为我在来之前 威仪就跟我说 你跟潘若迪比人家洗澡 从小八四把尿尿 全部一个人包 我说这点我是稍微输了她 但是我有别的地方 还是超过她 但是我觉得你很重要 因为你本来是一个 有洁癖的人 不是 我是为了我的女儿 那我就要讲了 我就要跟她不一样 因为有洁癖的人是很害怕 家里是 我就是为了她 我把装潢都改了 漂亮 我把装潢改 我装我怎么改 因为我记得你家以前的照片是 样品屋 那为了她出生之后 你知道小朋友 你看有没有看到 地砖 我们现在都是这种 每一个地方都是用这样厚 这样5公分的软垫 就像儿童的游园 游戏室一样 对 那我的以前衣帽 櫃子 全部都变成她放玩具的地方 特别帮我买了个玩具柜 里面全部都是她的东西 那也把餐桌 客厅都改了 都改了 椅子 桌子都搬走 因为以前那个都是有硬角的 对 而且那个木头那种东西 会撞到会痛 那直接就搬走 让它无障碍空间 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那个 我告诉你 撞到的空间 完全 其实是这样子 有小孩以后 尤其是小 你真的就是能贴的 全部弄 什么都变圆 什么都变圆的 所以小孩在家里 从来几乎是没有这样受伤过 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的 不能吊渣渣 小朋友 我连车子上都是一样 车子上她吃饼干 一定会有饼干穴 是不是 这没办法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人就是有报应 是 他以前多讨人吃饼干 你在他家吃饼干 他就在吸成旁边 吸 对 我没办法 一定都是这样 一定会吃饼干 对 爸爸我要吃饼干 我跟他也是一样 我也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你也是 所以我老婆 其实我们两个 刚才我在注意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 你看他的穿着跟打扮 你就会知道 他不爱干净的人 或是他平常不是一个 有洁癖的人 他不会动不动去拉他的衬衫 对 他会去拉他的衬衫 他会去注意他的每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也都会这样 就像我自己的白的鞋子 或者我白色的衣服 我都是自己洗出来 还是白色的 我不会 穿着白袜子 你在我家地上走 是不会黑的 对 我可以理解 你看一个人的 你看他干不干净 看鞋子就知道 鞋子如果很脏的人 基本上来讲 他根本不太干净 譬如说爸爸们 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 有了小朋友 你知道那个改变多大 那不可能 你说家里面的状况 是一定全部 所有东西都变 我连床都不给他放高 我给他放在床垫上 他再怎么样 就算是掉到床垫以下的地方 都是软的 都是软的 任何的家里面 而且他拿了一杯水 就这样 对 OK 没关系... 当然没关系 一边哭一边流泪 一边擦地 哭得真的是难过 开心 他在我身上大便 我的妈呀 你知道这种感觉 我这边哭了好久 黄金啊 对 真开心 你也在身上大便 不是 因为有些时候是没办法 才来不及 尿尿是有的 大便 真的 尿尿也有 大便什么都有 他两岁前都他带 真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 他放到他的安全座椅 他给我弄椅上面 都是 他吃个东西给我全部都是 没有关系 啦啦 你开心就好 爸爸真的好幸福 真的 对我来讲真的是一种 那种 那个怎么讲 为他服务 是你的忠心欢心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对我来讲 是一件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 为了就是要参与他的每一个过程 包括他第一次叫爸爸 然后他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些 看一下 第一次叫爸爸 有拍下来对不对 我有拍下 有 来看一下 爸爸 爸爸 爸爸在哪里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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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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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一口 你不要 抓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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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靠 靠 你在靠什么 靠 你不要亂讲 不要亂讲 她都讲是不是 你靠羊是跟陈徐了 不是 家里面有一个牛叫做靠 对 牛叫靠 牛叫做靠 我老婆教她说那个靠 我在旁边 我說你不要亂教 你這樣靠什麼靠 英文 靠 靠是沒有錯 但是我沒有在旁邊 我聽到他在那邊教我 我靠 我以為他在講話 我說你靠腰 你不要亂教 他就學會了 他下一次他就記起來了 小朋友的語言天分非常的快 馬上就學起來了 我就真的 我就覺得 在那個當下 我就趕快把它錄下來 我參與他的每一個過程 到他走路開始講話 那天 你可以看他出來 叫爸爸那天早上 6點40幾分的時候 6點多鐘 我是每天早上起來前餵奶 一抱起來他看到有一張照片 我家裡有時候他出生的時候 我抱在懷裡的那張照片 他看到那個他就叫爸爸 爸爸 我差點從樓上掉下去了 沒有 那個多感人 因為太感人 我就趕快下去 把手機拿起來 我就馬上就這樣拍了 結果他一直不斷的叫爸爸爸爸 我那天不上班了 我請假 我一直哭 好難過 好感動 喜劇而泣 沒有辦法形容 這真的沒有辦法形容 這沒有辦法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男人到了這個年齡 生下了一個好渴的女兒 然後他開始叫第一生爸爸的時候 那個 那真的是太值錢了 對 真的太值錢 而且不但是這樣 就是當你的女兒叫你爸爸 而且他常常在別人面前說 這是我爸爸 我女兒是看到我的照片 劇照 你看 連我的以前放在車上 專輯的照片 他拿來還這樣 這是爸爸 這是我爸爸 你看 多好 多感 我爸爸 像我帶他到我辦公室去 到了辦公室 有一些員工就在陪他玩 結果突然他就說我爸爸 人家說你爸爸在哪裡 他就看到那個電腦 一個很小很小的視窗裡面 有一張我的照片 我自己都沒看到 你就會覺得 這個女兒真的沒有白身 他真的太愛我 我也太愛她了 他沒有認錯人 沒有認錯 而且真的就是我 真的就是你 一點進去看 真的是我 他怎麼會別人都看不到 他居然可以看得到他爸爸 他媽媽都看不見他爸爸 他女兒看他爸爸 他媽媽是真的不想看 真的 好 你還有沒有 當然有 我就說 因為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我跟你講 對於女兒 就是我太太有罵 她一直跟我罵什麼事情 我覺得她平常我們注意 她很多的不同樣的地方就是 我只要是我女兒會用到 會吃的或者所有的 她一些關係有紙的那些水果 我全部都一定把紙弄掉 所以有一天 她到學校裡面吃葡萄的時候 她中午有學校 有學校那個葡萄的時候 吃葡萄跟吃櫻桃的時候 她曾經跟老師講說 老師 我不要吃這個 我說為什麼 老師問她說為什麼 她說因為我爸爸的葡萄裡面 沒有紙 不用吐 然後她說這個不是櫻桃 因為櫻桃裡面是沒有紙的 那是因為我把櫻桃紙挖掉了 我每一個櫻桃都把紙挖掉 每一個葡萄都把紙挖掉 我吃西瓜這個皮 西瓜是吃上面那一層 最甜的 下面不給她吃 我是這樣給她弄的 所以她吃任何的荔枝也好 什麼東西全部都弄掉 所以她不知道西瓜 有略的這一邊對不對 她只知道西瓜是紅的 黃的也是 只有黃的一片也沒有綠的皮 對 就是都沒有 然後所以她吃這些東西 她比如說她喜歡吃四家 那我也就是把四家紙 四家 紙也弄掉 一顆一顆的弄掉 然後把它挖成一碗 然後慢慢的這樣吃 所以她不知道這些東西 是有紙的 她有吃過桂圓嗎 龍眼 目前還沒有 龍眼 因為龍眼火氣太大 火氣大的也不能吃 對 但是荔枝是確實有 荔枝也是一樣吃的 但是荔枝都是切一半 一小塊一小塊 你這個實在太誇張了 不是誇張 這以後她怎麼嫁人 我跟你講 你這個小攀子 你這不是小禮子 你慈禧太厚 你乾脆把那個豆芽 然後挖個洞 然後用肉給它穿過去 直接這樣餵它吃好了 我本來講 給她弄一圈弄在這邊 不是 我會給她吃的東西 包括譬如說 像我們帶她去吃 讓她知道說 她喜歡吃草莓 我帶她去摘草莓 草莓之後然後洗乾淨 可以讓她知道說 草莓裡面是有紙的 一顆一顆 我必須要讓她知道 知道 對 所以我參與她的過程 就是每一段 她經歷的每一個過程 公共為女兒買衣服 潘若婷引爆老婆怒火 幫女兒買衣服 一次可以買15件 其實我一直都有跟我們 我女兒的那些班上的媽媽們 有一個群組 那些媽媽群組裡面 有一個專門在賣韓服 我老婆就一天到晚 跑她店裡買 她一次就買個也是很多套 我說妳給妳女兒一次買15套 我不夠買個3套 妳在那邊叫個屁 這個一定要讓老婆買 對 後來我以前也沒辦法 我就把那個賣衣服的那個媽媽 我把它退出群組 她喜歡吃草莓 我帶她去摘草莓 草莓之後然後洗乾淨 讓她知道說草莓裡面是有紙的 一顆一顆我必須要讓她知道 知道 對 對 所以我參與她的過程 就是每一段她經歷的每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會用玩的方式 其實我要這樣講 因為你這樣照顧女兒 她會不會比較親妳 其實小朋友是很現實的 跟她時間最長的那個人 她還是會找那個 所以她還是會找媽媽 但是她會找媽媽也好 或是跟媽媽在一起也好 她會說媽媽我先不要睡 對 我要等爸爸回來 我要等爸爸抱抱親親之後 他才要去睡覺 媽媽給他買了糖果 那些東西給他吃 我不給他吃這些東西 因為小朋友太早 這個時間不要給他吃巧克力 類的東西 我們都不給他吃 對 媽媽會偷偷塞給他 他會說這一顆留給爸爸 媽媽就說你留給爸爸 爸爸就知道我給你吃巧克力了 對 然後他就把巧克力 他就偷偷的把它放在口袋裡面 他說好 我沒有給爸爸吃了 然後等我回去的時候 爸爸你看我偷偷留了一顆給你 我就說媽媽 你又給他吃巧克力了 媽媽也不過是拿點巧克力 稍微拉攏一下人心 小燕姐 巧克力在大概 譬如說四點鐘下午 四點鐘以前吃一吃OK 過五點鐘以後盡量不要 晚上會興奮 晚上睡覺他興奮 對 他不睡覺 你要了解很多東西 對小朋友哪些東西是好的 他現在已經變得幼兒專家了 不是 你這個真的 我們以前都有這個經歷 剝皮去紙 你只要吃就好 對 只要吃就好 其實我對我太太也是 你也對你太太也這樣嗎 我對我太太也是這樣 我太太在這些有時候她不願意 我太太常常會鬧一些情緒 情緒不好的時候 她就會自己待在樓上 我們樓上有一個walking talking 就是一個對講機 老公 我要吃什麼 我要吃什麼了 我就會這邊消耗給她送上去 有的時候她出門 譬如說她最近忙我的事情很忙 她出門沒有東西吃 我會用一個水果盒 把她水果先切好 怕她會忘記 我放在家的門口 你總要出門一定會經過這兒吧 她這樣帶出去 我到現在還是這樣弄 所以你在家裡的地位 就是小攀子 小攀子 最後這兩個是我的福氣 一個前世跟今世的情人 好 掌聲鼓勵 來 這個你 她可以用一個繩子掉 直接上面放盒子 東西掉上去 我聽了你老婆好像是 應該是掛餅的那種 好 那這個 我們這個這樣好吧 這樣 出國一定辦賣儀 我跟你講 其實以前我出國 我不辦賣儀 因為我覺得出國就出國 就不要再囉嗦了 就不需要再囉嗦了 但是自從我女兒出生之後 所以你老婆 到底是不是你老婆 兒子是不是你親生的 都是 但是還是有次序 因為這沒辦法 那就是變成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從她出生到現在 沒有一天沒有跟她見到面 包括視訊 所以出國我一定辦賣儀 目的很簡單 就是透過這個視訊 跟她 感覺她沒有感覺爸爸出國 不管我到日本 到韓國 到新加坡 到任何國家 美國 我們都用視訊 就是每天都要跟她見面 每天都用視訊 當她打開那個視訊看到 爸爸 你在哪裡啊 手要抓 抓不到 爸爸 就這樣哭 你就覺得 然後老婆在旁邊說 沒事 爸爸在旁邊 你走開 你不要再講那麼多了 我要跟我女兒講話 你知道嗎 老婆走開 不是 還是女兒覺得家裡 有另外一個人在 爸爸 爸爸 你靠回來 那個伯伯是誰 沒有 就是 那種感覺真的是 沒有分開的感覺 沒有分開的感覺 所以現在科技這進步 也帶來人具的說法 來 宋一鳴你來打電話 這個是他打電話給你是不是 有嗎 我們來看看這個VCR是什麼 和。。。 レン significating 大由ique 生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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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寶寶 你剛剛說送寶寶怎樣? 看寶寶 送寶寶 我聽到了 你問寶寶在哪裡喔? 他在韓國 你有沒有想寶寶 那你愛他嗎? 嗯 你想要跟寶寶說什麼 我愛寶寶 我愛寶寶 對 他愛我 他說他愛我 而且我們在視訊裡 就是一直就是愛來愛去 我就說那你愛不愛爸爸 他媽不在 他就說我愛爸爸 他媽如果在旁邊 他就說我愛爸爸 他就會補這一句 你女兒呢 我女兒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我跟他兩個是蠻像的 就是譬如說台中 台中 不管是我出國也好 或去任何地方也好 我們一定用視訊 但是我必須說 有些部分不好意思 可能我沒有比你多一項了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視訊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情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能夠看得到的女兒 想盡任何的方法 那是一定會 買玩具新竹開車 來回兩次你買什麼 他說我前面第一個跟第二個 已經是這樣 我有一次到台中去工作 然後現在找一場跟玩一場 中間有休息時間 大概差不多有四個鐘頭左右 我從台中趕回來 到台北跟我女兒玩 陪她去騎了一次腳踏車之後 再坐高鐵回去台中 晚上再工作 新竹我去買了一個玩具 她一直跟我說 我是這樣子 我是會很戲劇注意我女兒 她去看某一個東西說 爸爸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我要那個 所以我會記起來那些玩具 然後我到新竹去做活動的時候 就剛好在那家百貨公司 看到的那個玩具 那我 她喜歡的顏色有滿多種 可是我又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 我當初很笨就是 我沒有想到時候 用視訊的方法 但是我也只是想 好 我跟老闆說 你借我一下 因為她知道是我 我說你借我一下 我把這三個拿回去 給我女兒挑 她要什麼顏色 我就從新竹開車回去 給我女兒挑 爸爸 我要藍色的 好 我就把藍色放給她 然後我回去把另外兩個 紅色跟白色還給她 我是為了要這樣 所以我來回兩邊這樣 你不會用視訊 不是 因為爸爸年紀稍微大一點 是 是 他比較老人家 沒有用視訊 不是 那個時候也想說 反正新竹這麼近 我告訴你 連孫書都用視訊了 真的 有 我後來是有 後來還是會有 可是我因為 我從台中回來的時候 就是中間那個時間 我覺得我不能放棄 因為那是假日 特別時間其實我們現在 六日假日一定都不排活動 但是假日實在是情非得已 中間只要活動 我就跑回來了 騎個車再坐高鐵回去 真的是愛女兒 這個愛女兒 聽說她幫女兒買衣服 一次可以買15件 是誰 這個是 是一次買到15套了 不好意思 沒有地方放 女兒貼旁邊 貼旁邊的 好 女兒你知道每次買東西 有時你會情不自盡 情不自盡 而且我是一個人去泡那種 都是小朋友的店 去逛 一個人拿個籃子 跟那些媽媽們 在那邊搶那些衣服 所以是為了藏的衣服 還鬧鬧不太開心 是 覺得這套好看 她這套也不錯 你知道 男生跟女生的差別是 男生是就是 就這麼短褲 女生是可以很多打扮的 很多打扮 對不對 太ELSA的 要什麼樣子的裙子 要什麼樣的上衣 要什麼Mickey的 要什麼東西 你會去買嗎 我都是跟維林一起去買 因為我對打扮這方面 我不像她 她比較中性 沒有開玩笑 沒有 她比較會專扮 她沒有辦法一個人 拿個籃子 擠在媽媽門當中 對 我不好意思 她有形象的包袱 你有偶像包袱 沒有 也不是 我會請維林跟我一起去 然後讓她幫我弄 我喜歡當董事長 就是你現在買這個這個這個 就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 其實我一直都有跟我們 我女兒的那些班上的 媽媽們有一個群組 媽媽們有一個群組 就是我們會 這是媽媽的群組 媽媽的群組 爸爸也 其實他們很喜歡我參與 你真的有點娘娘的 跟著他們 不是娘娘 你是不是可以去做愛心媽媽 他一定會去做愛心媽媽的 可是你知道那些媽媽群組 其實無非就是大家 每次小朋友聚會的時候 爸爸們會跟著一起來 可是他們發現他們小朋友 都不跟爸爸有那麼玩的那個 我女兒會跟我一起玩 因為我們會一起出去 那些媽媽群組裡面 有一個是專門在賣韓服 就是賣韓國進貨自己帶 很漂亮的衣服 我老婆就一天到跑她店裡買 她就說 我今天一看這個 她一次就買個也是很多套 我說她說 你給你女兒一次買15套 我不夠買個3套 你在那邊叫個屁 她一直這樣講我 不是 我就說 你不要然後拿女兒筆 她說有女兒買幾套 我就要幾套 那我就讓她買了 這個沒有辦法 對 後來我就把那個買 對 後來我現在也沒辦法 我就把那個賣衣服的那個媽媽 我把它替出群組 盡量不要讓她發現 爸爸投降好演的影 會演示過小遊戲 我覺得2號是 是我子女 中雜名的女兒 你看吧 厲不厲害 但是 看眼睛又知道 等一下 沒有在時間 沒有在時間 以後5秒之內 這個難了吧 好 1跟7 她連郭彥均的女兒都出來了 9號 你們怎麼都認得出別人的女兒 別人的女兒你們都看得出來 怎麼這麼厲害 對啊 我們怎麼老認壓女兒 真是 來... 這裡頭有 喬妹 喬妹 喬妹的照片 請你再很快喔 我們要多快 5秒之內找出來吧 5 4 3 2 1 好 哪幾個 應該是3號吧 3號 是不是我女兒 還有呢 8號 8號 還有呢 另外一個我就記 沒特別注意 你看吧 不錯... 但是還有一個 再找一下 我覺得2號是我 是我那個子女 我也認得出來 你認得出子女 是啊 宋達明的女兒 你看吧 厲不厲害 對啊 我認得出 什麼回事到底 還有4號是不是 4號 4號... 對 好 是不是 但是 看眼睛又知道 等一下 沒有在時間內 沒有在時間內答出來 好 只答出兩個 你喔 沒關係 也是幾個 也是三個嗎 4 3 5 4 3 5 4 4 這個難了吧 1 好 我都可以猜得出來了 幾號 這個難的 這個我連剛剛數字 我都還沒記耶 幾號 1跟7啊 1跟7 是不是 是不是啊 1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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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了 還有一個 那還不錯啊 對不對 還有一個 你還是蠻厲害的 還有一個 我連郭彥均的女兒都出來了 哪裡是郭彥均的女兒 9號啊 你們怎麼都認得出別人的女兒 真的耶 對不對 郭彥均的女兒啊 是不是 別人的女兒你們都看得出來 真的 你別的女兒都認得出來 還有誰 這個 如果不是5號就是8號 等一下 應該是 應該是5號 5號 潘朵拉 對 還不錯啦 郭彥均的女兒那個眉毛 那是 其他你們還認得出來嗎 這是不是屈中和女兒 6號 6號是不是屈中和女兒 我不知道 我隨便猜 你看 我都認得出來屈中和女兒 是不是 我們怎麼老認 你們怎麼這麼厲害 對啊 我們怎麼老認 壓女兒真是 別人的女兒 你們都認得出來 你們都還認得出來 誰 這裡頭都是有名人的女兒嗎 真的嗎 好 那你還認得出誰的女兒 這裡頭 還認得出誰的女兒 這個好像也是我弟的女兒 真的 你看我 你看我都認得啊 你弟弟的女兒 你都認得啊 認得... 認得 好 其他我就不認得 對 其他才能認得 這個眼睛蠻漂亮的 這個也是我弟女兒吧 真的嗎 不錯... 今天 以你們兩個 將近50年級的熱女兒 秒數夠快 算夠快了 算夠快了 今天也看到這個 這個 老實講 我必須要說 從開始 小盤子 是 就得了第一名 開玩笑 是不是 因為他 葡人 他是個 沒有 不是 我年紀比較大 所以我更疼是很正常 你更疼 不是 他是從小洗澡 洗澡 弄那個什麼 尿布 吃東西什麼 一兩歲開始 我覺得這個是辛苦辛苦 沒辦法 你是為了這個女兒 改變了一切 你的生活的方式 這也是真的 但是最重要一點 你還是皇帝 那他已經變小孩子 我跟你說 你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每天當你發現 跟他有不一樣的感覺的時候 你要趕快把它寫下來 我有一個習慣 寫下來 因為你很快的 可能就失誌了 不是 不是 我 沒有… 我有 我又把它寫下來 譬如說 我可能在 在他什麼時候的時候 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他 對 對 我有寫了 我今天還把他帶來 而且現在就在上禮拜而已 我才寫了一封信 就是我在那個時候 突然有感而發 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 前世情人潘朵拉 我是你老婆 我真的很氣壞 我是要待在樓上 我不要嚇了 拉拉 爸爸寫這封信的時候 你只有四歲 當你完全明白或了解的時候 爸爸可能已經六十歲了 從你出生 護士把你抱到我手中的那一刻起 我很清楚的明白 責任 自由 壓力 睡眠 煩惱 悠閒 將會是我這輩子 甘之如疑 也是最浪漫的一件事 謝謝你跟媽媽 給我了一個最完美的人生 而你第一次叫我爸爸的那個時候開始 就已經是我心裡最深的落印 也是從那一刻起 爸爸會用生命陪著你 平安 健康 快樂的長大 人家說出生是一張紙 快樂是一輩子 不管將來你有多強或者多弱寶貝 你一定要記得擁有一個真正愛你的人 擁有一個知心的朋友 擁有一個溫暖的家 其他就算天塌下來 也有老爸幫你扛著 我會一直守護著你 陪伴著你 唱著你喜歡 我每天哄你睡覺的那首歌 那個就是 我的寶貝 寶貝 給你一個甜甜 讓他整夜都好睡 我的小鬼 小鬼 抖抖你的眉眼 讓你看看這個世界 那天父親節 很多人傳了很多的簡訊 有一個人說 只有一個男人會忍住什麼 會怎麼疼你 不會跟你記仇 不會怎麼樣 那個男人就是你爸 所以像我們這種 爸爸已經不在的人就 我就在下面說 那就沒人疼囉 所以爸爸是你這輩子 最疼你的男人 兩個都很棒 最後信真的要給這個 對不對 我覺得你要回去寫 要寫 要寫 真的要寫 因為小孩子大了以後 就有叛逆 叛逆的時候 你再跟他講來不及了 很早就把信寫好 今天來彭若迪 拿到你一個最高的榮譽 好 謝謝小燕姐 唱一詠約 疼女兒的金帥冠軍 是… 只能讓他 好爸爸… 一起來… 來… 我們一起來拍張照 對… 1 2 3 耶…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約會的是兩個爸爸 50歲了 才生了第一個女兒 這個女兒真的是寶貝 我記得前幾天有一個人傳一件信給我說 如果有個人喜歡你素顏不化妝 你多醜他都不嫌棄 你胖了他很高興 你瘦了他特別心疼 你沒錢他馬上拿給你 請注意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只有是你爹 沒錯 今天這兩個爹 潘若迪 宋一鳴 真的是 說到女兒 眼睛都好像有一朵花出來 誰說男人不能改變 宋一鳴 以前有潔癖啦 有強迫症啦 事業第一了 現在說起來什麼都沒有了 女兒 就是要讓女兒開心啊 房間不乾淨 不亂 沒關係 只要她開心就好 只要她開心 爸爸什麼都買給你 雖然這是一句笑話 但是爸爸真的希望盡全力的 就是為了讓你開心 在今天節目後面 我看到潘若迪寫給女兒的信 我覺得真好 爸爸 除了要照顧女兒 其實記得也寫封信 因為她說 啦啦 爸爸寫這封信的時候 你只有四歲 等你完全明白的時候 爸爸可能已經六十歲了 爸爸知道有了一年以後 所有的一切 責任啊 自由的壓力的睡眠 煩惱有些 恐怕我都會甘之若已 而且我覺得這都是一件 最浪漫的事情 尤其是晚上 看著你在睡覺 爸爸一定要為你唱這首歌 我的寶貝寶貝 給你一點甜甜 讓你今夜都好眠 每天晚上 爸爸看到女兒在睡覺 心裡一定會想 孩子 永遠在爸爸身邊多好 捲的時候爸爸陪你 孤單的時候爸爸想你 怕的時候爸爸抱著你 哭的時候爸爸來哄你 其實我們當然知道 爸爸不會一直一直這樣照顧你 像我們現在沒有爸爸了 我們多麼想念我們的爸爸 謝謝今夜兩位爸爸來參加我們節目 爸爸你們真偉大 想念有緣明天見 我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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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